炉子水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北部 这里群山环绕,物产丰富 村民们运用巧思将山中特色物产 烹制出别具一格的家乡滞味 按照传统,每隔一段时间村里就会举办敬老宴 宴会上不仅有各种传统美食 还有一道需要花费二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的豪横硬菜 压猪头肉 这道敬老宴上最受欢迎的美食软中带脆 据说它的烹饪十分奇特 大磨盘竟然是这道菜肥而不腻的制作关键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道美食呢 要想深入探究,就要找到当地的厨师韦永龄 韦师傅制作压猪头肉的手艺远近闻名 要想知道韦师傅的做肉秘诀 我得先跟它去抓猪 跟着韦师傅一路走到山坳里 我却一头猪也没看到 然而当韦师傅拉起二胡时 草丛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听着二胡就过来了 这小黑嘛 韦师傅说,眼前这些猪是他特意用黑猪与野猪培育的杂交猪 平时就散养在林间山地 除了可以自在觅食 每天下午还会来这里接受韦师傅的投胃 比起家养猪来 这些散养猪的运动量更大 肉质更加紧实 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 这才是做鸭猪头肉的首选 有没有讲究这是多大的 一年左右的 韦师傅告诉我 所谓小猪长骨,大猪长鞭 一岁岭左右的猪生长最为旺盛 肉质状态极佳 久煮不柴 挑到了心仪的食材 韦师傅告诉我 当地人也把鸭猪头肉简称为鸭肉 而要想吃鸭肉 我需要先跟他一起完成 美味的第一步 处理猪头 哦,这做鸭肉需要这么大的阵势 大火给猪头表皮去毛后 再用清水洗三遍以上 直至表层干净清爽 还要将耳根等不能吃的部位 去除干净 接下来就是大刀阔斧的时刻了 看着韦师傅轻车熟路劈猪头 我发现想要做好鸭猪头肉 没两把子力气可是不行的 直径约1.3米的大铁锅 是韦师傅煮猪头肉的力气 猪头骨质坚硬 整个下锅热力难以渗透 剁开后再煮 即便于入味 还能充分释放骨肉中的精华 加入大红袍花椒 五味籽等香料去腥增香 大火蒙煮三小时 等待的时间 韦师傅正好带我看看其他村民 为敬老宴所做的准备 一段段的罐肉肠饱满紧致 肉嫩味鲜 炸花椒芽酥脆金黄 口口流香 新鲜鲜的线末豆浆炸豆泡 都是敬老宴上必不可少的佳肴 大约三个小时后 猪头肉变得软烂 接下来又要怎么制作呢 韦师傅说 出锅后就要抓紧时间趁热脱骨 脱骨拆肉 不光是麻烦还得真的是 你得不怕烫 一点一点地往下踢 把所有的这些肉啊 胶质全部踢下来 胶质的肉是越好肉 贴骨肉嘛是最好吃的 是不是 最香的 为了让猪头肉吃起来不油腻 韦师傅不仅要将肉切小块 还有一个费力气的步骤 这么大锅这么大铲 来炒肉啊 真的是格外的过瘾 我感觉 炒这锅猪头肉啊 真的是要使出吃奶的劲啊 锅热后下入切好的猪头肉 再加入葱 姜 蒜 一起大火炒制 不仅可以去除肉中腥味 还可以煸炒出多余油脂 老抽 生抽 则为一大锅猪头肉 提色增香的同时 赋予了猪头肉更富裕的口感 紧接着 为师傅又另起一锅 炒起了核桃仁 这核桃仁 又该如何与猪头肉烹饪到一起呢 韦师傅说 香脆的炒核桃仁 是鸭猪头肉软中带脆的秘密 此时 一旁的村民也将猪皮上多余的油脂 处理干净 切调备用 所有食材准备就绪 韦师傅终于要向我展示 这么多猛料 究竟如何成就一道鸭猪头肉 现在是终于可以揭晓答案了是不是 这回您就知道了 咱是把这个肉直接倒到这里头了吗 对 这不是咱刚刚炒的那个核桃 这就咱们特色 您是说 是要把这些撒到这个鸭肉里面 对 为什么底下要铺上猪皮呢 铺一层猪皮 就是把这个包裹住 它里边的味道 就是等于把滋味全部锁在里面了 它保管好保管 您的意思是保存 是不是 对 过去咱们没冰箱 可不吗 没办法 这也是老人农结出的经验 再一个 它这个吃着口感味道 脆脆的皮 是不是 韦师傅在准备好的木制模具中 用猪皮垫底 然后把猪头肉与核桃仁层铺好 再在最上层铺一层猪皮 锁住猪头肉的味道 最后裹好纱布 将模具封好 接下来重量级嘉宾登场 哇 这是个磨盘嘛 这个磨盘得有多沉呢 几百千 几百千 压猪头肉能否成型 压制的时间与器物的重量非常关键 韦师傅说 眼前的两块大石头末盘的总重量 大约有两百千克 需要一整晚的时间 才能使猪头肉与炒核桃仁 猪皮巧妙结合 喂 师傅 就是我有个问题啊 你看咱们这里头啊 哎呀 又有猪皮 然后又有核桃 然后又有那个猪头肉 这里边都是油脂啊 对不对 是啊 那这么多油脂在里面怎么办呢 它这一压中午 这不就都压出来了吗 它不会特别油腻吗 不会 你赶紧吃的时候就跟没有一样 第二天一早 村中各家的拿手好菜相继出锅 此刻历经十多个小时压制的猪头肉 风味已积聚充足 三 二 一 哇 哇 你看 就觉得压得特别特别特别的紧实 你看 本来咱们是到这儿齐平的 现在都凹下去 已经有一厘米左右了 就是把它油脂都压出去了 在大磨盘一整碗的作用下 猪头肉中肥腻多余的油脂被逼出 原本软烂的猪肉碎 变得紧致弹牙 晶莹剔透 炒核桃仁在猪头肉中若饮若现 赋予食材全新的口感 来喽 来喽 上锅喽 各位大爷大妈 叔叔阿姨吃得怎么样啊 觉得今天 可以吗 你们觉得今天这鸭肉怎么样啊 更好了 更好了 我听着老开心了 各位老人能吃得开心 也是我们俩最大的劲目 一块做 好的好的 跟你们一起尝一尝 鸭肉在我们这个村子来说是有优久的历史 所以说一直传承现在 老味道一直都在 让村民们吃得满足 吃得快意 用心寻找珍贵的食材 专心制作每一个步骤 换来的就是村民们口口相传的好评 刀专心